这一集维维要带着大家去观山救火车站 和日式的建筑民宿 再到警察使机馆去参观 还有奠定观山毫米基础的观山大尊 再到在地好餐厅去尝美食 接下来就是骑着脚踏车环镇 和清水公园看美景 最后再到观山游花海和米国学校学制谜 到台东后可以搭自强号到观山火车站 或者是到台东火车站后自行开车 行台九线就可以到达观山火车站了 来到观山就好像来到一个大公园一样 因为全镇结合了街道、自行车道 还有公园为一体 那这里的地形呢 东边是海岸山脉 西边是中央山脉 观山则位在中间的地方 那可贵的是 在观山你看不到任何一根工艺烟囱 这里的水又清澈透明的 所以这里被称为是花东的后花园 真是一点都不为过咯 在观山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旧火车站 为东部铁路干线仅存的日志时代欧峰建筑 木造结构 日式屋架 较为特别的是建筑物正面中央五角形的屋顶 加上突出的入口门廊 强化了火车站的意向 再再凸显古典风华 我们现在正要前往的地点 就离这里不到五分钟的步行路程 带你去看看铁道站长的宿舍 如何摇身变成迷人的日式建筑民宿 哈喽 喂喂 你好 请进 哇 不只外面保存得很好 里面也是耶 是啊 像这一栋建筑 它是1919年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久的时间 所以到现在将近快100年了耶 嗯 对 哦 还是非常的新耶 而且感觉上好像日剧里面会看到的日式的场景 是 它原本的建筑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 它的结构啊 跟一些东西就几乎全部都没有变 然后所有日式建筑都是这样子 好好玩哦 而且啊 哎呀 我看到这个好兴奋哦 那是那个卡通里面 小兵章 对 然后这里它就是上下铺对不对 不是 它其实这个是壁橱 然后它最主要是放棉被的 这是典型日式建筑的室内灰廊 透着光影的窗帘 在在都看得出民宿主人的慧眼独具 哇 这间房间也好可爱哦 嗯 不想你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闻到快木的香味 有 其实一进来的时候 就会闻到满满的nofi的香味 嗯 对 像这一栋房子啊 它整个都是快木的建筑 哦 是哦 对 它的结构地板天花板全部都是 我原本以为只有地板耶 所以天花板的也是 对 我觉得这间房子真的很神奇耶 呆在里面竟然有不同于 呆在一般建筑物的舒服 自在 休闲的感觉 甚至呢 还有一种 很像是缠的力量超乎现实 让你有一种生活感 居家感 呆在里面呢 非常的舒适哦 还是只是因为呢 它满足了我从小对小丸子的幻想 才有了这些奇妙的错觉呢 警察局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警察局呢 我可不是迷路了 听说观山分局有地方很特别 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跟这位微一起进去警察局里面 看一看吧 分局长好 喂 你好 听说观山分局有很特别的地方 究竟在哪里 你想知道吗 跟跟我来 好 走 哇 里面好特别哦 一点都不像是在分局的感觉 喂 这是我们的南橫茶眼 我们这里可以泡茶 那隔壁还可以泡咖啡哦 我们一个漂亮的秘密花园 中庭 我带你去看 好 哇 这个中庭风景好美哦 对啊 这里是我们的生态池 里面的生物非常的多 所以它原本分局里面就是设计这个样子吗 不是 这经过我们历任的分局长 还有同仁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龙井 我们除了提供来这边参访的民众一个舒适的环境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哦 哦 是秘密武器吗 对啊 你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吗 好 你跟我来 好 所以秘密基地就是这个观景史基文物馆啊 对啊 喂喂 你好 欢迎光临 欢迎来参观我们观景史基文物馆 你好 喂 接下来我们请阿康来为你导览 好 谢谢班局长 好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去逛了吗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了 来吧 走 阿康哥 我想请问啊 那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在观山分局里面 弄一个史基文物馆呢 因为呢 这几年间呢 我们外面的房舍一直在拆建 在拆建的过程中呢 有很多这个文物呢 一直被发现 所以呢 我们在分局里面呢 特辟的这个地方呢 建了一样的一个文石馆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可以保存这个 历史文物以外呢 又可以呢 开放给民众参观 拉近了景民之间的距离 你说这个好不好 好耶 因为没想到在这个分局里面 竟然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供大家参观的 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为你介绍 好 OK 好 那现在呢 你看到这个呢 是手摇式的防空警报器 真的吗 这个手摇式的顾名式衣 就用手摇 来 那你来试看看 好吗 现在还会想啊 你摇看看吧 空袭警报 大声一点 OK 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呢 在以前来说呢 是非常大声的 但是现在因为建筑物呢 钢筋水泥土 当时的建筑物都是木造的 所以这声音呢 是足够的穿透的 关山饭局有建于警察文物的大量流失 特地将百年来所收藏的 人警文物公开展示 许多有历史的物品一一重见天日 各式警察文物 历代警徽等等 都已经不多见了 喂 喂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把锦刀呢 这是你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的 它看起来好有历史 这把你看 它这边有两个字 天皇 对 没错 这是日据时代日本天皇 所赐的这一个锦刀 这把日本天王赠送的警察配刀 在灯光下 这把锦刀透着寒光凛冽 不禁让人敬畏三分啊 这里收藏的文物即相片 有些是日据时代及大陆撤退来台时 所保留下来 搜集十分不易 所以更显弥足珍贵 关山大尊 引流来自中央山脉的西五旅溪水 长达二十公里 灌溉面积高达两千两百七十余甲 使关山地区山路一带的荒野坡地 进化为良田美宅 奠定关山米生产的物质条件 我们听到这蝉蝉的水声啊 这里就是关山大正 它是民国三十七年的时候呢 有水利鼠刺资新建的哦 那它的完工呢 也让关山地区全面的水田化 更让关山以及陆野地区呢 农业呢可以蓬勃地发展 可以说是农业的一个命脉哦 历经百年岁月 关山大正依储水量而实施轮流灌溉 让关山的农田不怕枯水期或干旱期 你不要小看这间店哦 它可是大有来头的 它是关山农会所推动的 自主营造的地点之一 和辅大景观设计系的同学呢 一起合作的 把关山的特色还有梦想呢 都植入在这间店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这装置艺术呢 是大学生的巧思 还有 这张地图呢 很明显的把关山呢 各个景点呢 都标志进去 对尤克来说呢 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哦 里面呢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就跟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老板 听说啊 你这里的菜色呢 也是很有特色 也很道地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全部采用在地食材 真的吗 对 所以像我现在看到 所有食材都是 产自于关山的 对 从米开始 都是关山的在地食材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 关山米 对 关山清水米 老板 你这米好Q弹哦 而且历历分明耶 而且我听说你这里的菜啊 好像很特别 像一般店家啊 可能都是亲自去采购 可是你这里不是耶 对 我们是跟农民契作 农民直接送过来我们这里 哦 所以呢 已经跟农民呢 有了相当好的默契了 对 所以农民等于他种菜呢 种得很辛苦 他不用到市场在卖菜 他就可以直接把他的菜呢 就送到这里来给老板 然后突然来到这边呢 就可以吃到最新鲜 最道地的关山美味了 这个主菜看起来也好精致 老板这主菜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这个最特别的地方 他就是使用我们关山的金钻猪 金钻猪 名字听起来就很好吃耶 那他吃起来跟其他猪肉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金钻猪它饲养非常困难 一般的猪都需要使用抗生素 可是金钻猪完全不使用抗生素 所以相对的猪汁的存活率就非常低 它完全吃酵素长大 所以它非常健康 好健康的猪喔 金钻猪 那个肉好香好香喔 而且你看 超级juicy的有发现吗 很好吃耶 金钻猪果然名不虚传 好来这车子帮你准备好了 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拜拜 好拜拜 来到关山呢 怎么可以错过这里的自行车专用道呢 你知道吗 它可是全台湾第一座为了自行车主 所设立的专用车道喔 一路上呢 它是循着关山的小村落而兴建的 所以会看到很多的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 形成一道动态的美景喔 关山缓震自行车道 云民国八十六年三月开通使用 全程长十二公里 绕行一周约续一两个小时 沿途夹到冰榔树 磕磕整整齐齐的等聚排列着 就好像是列队欢迎着游客的到来 冰榔树下掉落许多种子 这让我想起一个当地人 曾经教我的小把戏 你们看 这冰榔种子呢 我可以做出什么东西来呢 你们看 可爱的小斗笠 看得出来吗 很可爱吧 走 关山缓震自行车道 是单车骑士的天堂 沿线自然美景无数 东海岸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漫游田间 恰似油画中的田园景色 踏着脚踏车 行在络绎缤纷的绿色隧道里 扮着栩栩微风 听那小河歌唱 我想踩着风火轮的红海二 都没有我的自由自在吧 沿途环山绕水 一面圆溪 一面向田 让人时时享受者惊喜 骑累了 还能在路边的凉亭小气片刻 这里居高临下 正好进来关山全镇风光 关山镇最优美的田园聚落 圈在脚下 一路上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专用车道 有很多处的凉亭 一方面可以供游客休憩使用 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你停下来的时候 可以细细品味 关山的美 我就会发现 关山的人 他们的笑容都好可爱 感觉上很像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样子真好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清水公园 它是全台湾第一座空屋房制所建造的 环保公园 占地面积32公顷 主题是清水生态还有清水活动 可以说是关山地区一个很具指标性的观光景点 清水公园运用河川规划 建设成动态与静态的游玩空间 引山水入景的设计更显自然清明 园中还提供细水垂钓等休闲活动 里面有几项造型独特的建筑设计 像这座犹如金字塔建筑的游客中心 以及以蓝宇独木中为设计概念的圆区吊桥 还有这片宛如镜面般平静无痕的迷人湖水 都让人流连忘返 冬天的时候我们来到观山 不只可以看到油菜花点 还可以欣赏观山的花海 现在在我身旁的是我们观山农会总干事 陈总干事可以稍微跟我讲解一下 观山花海的特色吗 好 我们这次观山花海的主题是 爱上观山幸福游乐园 其实顾名思义 来到这里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爱上我们观山 而且这个游乐园真的很幸福 我们不但种很多花卉 我们也有特色就是有摩天轮 那摩天轮我们就是把所有这次种的 二十几种的花卉 在那边介绍给所有的来当地的人 来游览的人知道哪一种是什么花 那另外所谓幸福游乐园 它有很多种游乐的设施 包括有稻草做出来的直升机 还有当修签 也有用花卉做出来的汽车 还有花屋可以进里面参观 另外特别特别就是说去年八八水灾 有那个什么漂流木 我们也利用漂流木做出一个生态池 养鸭的生态池 这个所有来这里游玩的人都很高兴 你看这些鸭子多么的悠悠自在 充分反映出游客来这里的心情 这里相当适合亲子同游 来到这里大人与小朋友都能得到慰见 大人呼吸着伴着花香的新鲜空气 享受着宽阔的清香绿水 小朋友自宜地在花园里奔跑 数着各式各样的花卉种类 辨认红纯黄绿蓝电子七彩颜色 还可以玩可爱造型的大型绿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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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呢还有水稻文物馆米食DIY教室 農套产品的直销展售卖场 在米国学校里面呢 我们也不只可以参观一些老旧的机器 听说还可以自己包装一包观山豪米 带回家去喔 现在呢就跟着韦一起进去学校上课囉 请问是彭组长吗 是啊 韦韦你好 你好 我听说在米国学校这里啊 可以看米 玩米 吃米 最后呢还可以把米带回家耶 那彭组长 我可不可以省掉前面几个步骤 直接把米带回家 要吃好吃的观山米可没有那么简单喔 好啊 那怎么办 那你要成交我们的制米认证 通过我们的制米认证 你才可以把最好吃的观山米带回去啊 首先 先来上一课 关于观山米优质的成长环境与条件 就能得到一张牵着自己名字的名牌喔 再来就是认识制作稻米的机器及步骤 先是龙骨机 将稻骨剥掉成糙米 然后再用骨糙分离机 最后一道就是抛光机 将白米打磨成金米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這是我这一张的米耶 好好玩喔 还记得上课的时候给你一张卡片吗 记得 来 把那张卡片拿出来 卡片在这里 对 我们要装在里面 等一下用真空机帮你封装起来 所以呢 待会呢 我如果完成考验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包米带回家 没错 太好了 好 来 薇薇 我们刚刚已经上过了 这个爱道一生的课程 我们也参观过了联米工厂 对不对 你也做了自己的一包观山米 对不对 那等一下就真的要考试了 考不通过你那一包米 是不能带回去的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做一次说明 好 那这个呢是从天里面收割下来的 就是脱力下来的稻子 那经过晒干以后呢 我们储存 那我们要吃的米饭呢 第一个步骤呢 要把它的外皮剥掉 就是我们说的粗糠 粗糠就长这个样子 那里面的果肉呢 就叫做糙米 可是因为收割的时候 全面一起割下 所以有时候呢 会把一些来不及长大的啦 这些绿色的这些呢 会收割下来 那当然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喔 是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以后呢 就称之为穴米 穴米 这就是来不及长大的米喔 所以全部都是绿色的 对对 那来不及长大 这个不好吃 所以我们不要了 那这个呢 这个称之为配鸭米 就是把糙米呢 再经过一次的精致 吃起来的口感呢 比较容易入口了 那 到这个地方呢 再经过机器的研磨 就是金米的过程 金米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表面呢 研磨下来 研磨下来的粉末呢 我们称之为米糠 就是这个 那研磨过后呢 就会变成白米喔 可是因为有研磨啊 会有压力在對不對 对 那有压力的话呢 就会造成米粒的破碎 破碎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吃喔 可是呢 在煮饭的过程中 那完整的米粒呢 跟这个呢 它的表面积跟体系不一样 所以完整的米粒煮熟的时候 这个会糊掉 会烂掉 所以你要吃 口感一致的米呢 你必须把这个 碎裂的米粒 挑掉 对了 之后呢 这个呢 人家说 电脑也会轻透透 可是我们的米呢 早就用电脑挑了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颜色不一样的米粒 对不对 对啊 甚至有些其他植物的种子 那这些呢 其实在你煮饭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它的美观 所以我们的米呢 每一刻都经过电脑筛选 把这些不漂亮的米呢 挑掉 不要了 最后才是我们完整的米 这就是我想带回家的观生里 想带回家吗 想 那我们要去考试了 那我要发考卷了 来 好吧 一起来考试吧 薇薇 这就是我们米粒学校的考卷 那我们的考试规则呢 很简单 这里面有十个空瓶子 十个空瓶子呢 你要把这个 我们的制程呢 通通装进来 那 每一个瓶子呢 要装满满 而且放对位置 那就 可以通过我们米粒学校的认证了 那通过认证 就可以把你自己做的那包米带回去 好 那另外呢 等一下找我检查 检查过了呢 我们还送你一包 观山最好的米 哇 让你带两包米回去 好 那你就加油了 有彭组长 这么优秀的老师 还有我这么认真的学生 这个考试当然难不倒我了 好了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考卷了 不知道 不知道合不合格呢 现在就去找彭组长 也就是我的老师 来看看我的成绩吧 走 哇 满分一百分 谢谢 恭喜你从米国学校毕业了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做的米带回家了吗 当然喔 你可以带走你自己做的这包米 耶 你们看 这就是我自己做的米喔 而且 这上面还有写我的名字耶 另外呢 再送你一包 最好吃的观山毫米喔 哇 等于是我来这里毕业之后呢 就把这两包米给一起带回家了 我成功毕业了喔 观山 真是个特别的地方 这里的火车站长宿舍 可以变成特色民宿 警察局 也可以兼作文物馆的观光业务 一点也不刻意造作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就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